我爸爸是 患了不治之症 离开的 对 然后我和我爸爸最后一次 面对面分别的时候 爸爸也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儿子我 我很知足 经历过大起大落以后 在爸爸给我做了一辈子的榜样 告诉我 跌倒了 无数次地跌倒了 都要努力地爬起来 面带笑容 潇洒地吹吹口哨 然后 轻松地 说一句 没事 我想带着他这样的精神和期许 无所畏惧地生活下去 我再也不会害怕了 我也不会 害怕 失败 也不会害怕任何人的冷嘲热粉 我也不会 鲁莽 着急地去应对任何的善意 任何的恶意 我会活得更坦荡 对 我是全程 这样看下来的 就是 很走进 因为我真的有爱的东西 我觉得才能够去扩散 才能传播出去 咖喱哩的东西绝对是帅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能够更加 走进每个人的心里的 就像当年的经济苍蝇 我爱情不止有哥哥对他自己来说非常的重要 他也非常完美地去诠释了这首作品 唱你想唱的歌你永远是你爸爸心中感到不完 挺感动的 非常打动人 他说唱的部分 其实他讲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真诚 跟父亲的一个对话 我觉得挺打动我的 那一下我的眼泪都在打转了 因为我见过他爸爸 他走之前我也跟他碰了一面 很触动 我是很感动人 未经许多虑 你怎么没见到 是有些歌